我们也知道民众党一项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小草理念 但现在有网友形容小草变杂草吗 因为有小草跳出来指控被党部高层使唤 那这段谈话是来自 其实最早是来自网红四叉猫 他的一个爆料 网络上其实有流传这个LINE的截图 来供我们大家检视一下 那网红四叉猫他在脸书爆料了整个还原内容是什么呢 原来是有民众党志工 他是在LINE的群组里头指责高雄市党部主委 是把志工当成了公读生来使唤 他举例说当时呢 大家都在餐会上 结果呢大家吃完便当都要各自去忙 结果呢这名党部主委 他吃完的便当就顺手推给了这个志工 丢了一句说 哎顺便帮我丢一下 人就走了 就让这个志工非常的不开心 那他的po文一出 没想到后续引发了好多的小草 也在群组内抱怨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结果呢最后看到大家通通被一个疑似 这个翻群组的机器人给通通退出了群组强制退群 那这整个事件曝光之后 当然记者会先去问柯文哲嘛 但没想到柯文哲听了 很不开心 他回说什么 四叉猫讲的话你们怎么会信呢 奇怪了 那他说以后再鬼扯当场就告 那柯文哲也声明说 现在党内讨论该告的就告 但是啊现在比较尴尬的是 其实本人就是被指控的这名高层 他是有出来道歉了 他说呢 不好意思忽略了该名伙伴的感受 而导致误会至上12万分的歉意 之后会更加的谨慎处理 好整起事件蛮尴尬的 当事人道歉了 但是柯文哲不认呢 怎么回事 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资深媒体人 这个王上志 他就提醒了民众党 其实也是在提醒国民党 说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赖清德会提出更激烈 更强烈的一个国会改革 来吸引最盼望政治能够改变的 一群小草的助益 因此呢 他断言未来绿营动员的话 会针对民众党 百分之五十的小草来进行收割 让这些民众党的小草 转而支持绿营 真的会成真吗 不知道未来要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四叉猫 他的脸书贴文 那四叉猫讲的话 你们怎么会相信 我就奇怪 我也真的要跟大家声明 以后我们昨天在党里面讨论 以后我们真的要开始 以前我们都说 那个名嘴再讲了就算了 以后我们一定该告就告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这种 每天在那边鬼扯的 有的那个酒驾被停止的 后来是那个 就去辅导候选 辅导到汽车旅馆去 结果还在每天在 每天在争论节目 在干嘛鬼扯的 以后这种 以后再鬼扯的 就当场就告 好那这场尾牙风波 现在还是于颇荡样嘛 前立委蔡壁如 独独没有受邀到台北厂的尾牙 结果引发了内部斗争的说法 那么27号民众党在彰化举办的中部感恩参会上头 柯文哲蔡壁如两个人的互动也成为了焦点 期间两个人走出户外 私下交谈了一会儿 那么对于他们究竟聊了些什么 柯文哲只表示是双方交换了一些意见 而面对蔡壁如有望回任党中央委员一事 柯文哲是语带保留强调 等待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 才会着手讨论 干部党员陆续到场 民众党中部感恩参会 这一次总算没漏了 要在台中耕耘的前立委蔡壁如 两人难得合体 原以为柯文哲是来破冰澄清的 但会场上两人互动却冷冰冰 直到不出场外要全体大合照时 才到一旁畅聊将近十分钟 就叛尾牙风波平息 不料民众党又再度出包 现场提供的出席人员名单 竟然把蔡壁如的名字写错 不仅如此 沿桌牌上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不只被边缘化 更有消息指出 蔡壁如有望回到民众党担任中央委员 但党内却出现反对声让 从选前到选后 蔡壁如俨然成为民众党内斗的核心角色 我们2月1号 新的立法委员要上任 因为我们部分区立委都是当然的中央委员 所以我们本来就2月7号要开实体会议 很多东西都要等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后 才会去讨论 我们是一个快乐选举的团队 那这个选举完之后呢 其实政治不外乎就是回到生活 很多人都跟我说 哇 过去选举你好辛苦 其实我心里想还蛮快乐的 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奇 一场尾牙先起党内茶壶风暴 民众党试图把争议反向下一页 但从柯菜两人互动中 看不见龙斌迹象 党内斗争的议测声浪 短时间恐怕无法平息 藉理成员待绝中部采访报道 好 所以大家都好好奇 到底柯文哲 蔡壁如私下畅聊了十分钟 在聊些什么 现在也外传柯文哲 其实是有意来找蔡壁如回国担任中央委员 而前立委郭正亮就被问到 蔡壁如新头衔是中央委员 可是管不管得住这八席不分区立委呢 郭正亮回应表示说 怎么可能民众党立委 谁会理中央委员呢 换而言之国民党也是一样的 蔡壁如的EQ比柯文哲好一百倍 是吗 我是认为蔡壁如 蔡壁如如果说厉害是 他的有容乃大 他可以跟各路各式各样 各性拍剃桃的人相处 这一点这个能力真的很强 说实在 我讲白了啦 蔡壁如当初是被放生的 事实上没有人 他下去台中选举民众党中央有帮他吗 柯文哲有帮他吗 有卫生纸 我请问你有帮他募款吗 没有都没有 是嘛 他进总成立是谁帮他动员 卢秀燕跟颜宽和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最后讲话还去站台了 对不对 然后还跟国民党的立委联合肇事 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啦 那我也不认为这个是柯文哲搞的啦 可是这个就是民众党的问题 那谁搞的 简单讲就是内斗嘛 就是有人要夺他的权嘛 就是蔡壁如就是 另外两个女人吗 我这个社会很容易这样理解啦 我认为不止啦 不止啊 反正就是认为蔡壁如最了解柯文哲嘛 那如果选完再回到中央 那还是很容易跟柯文哲接见 但他现在有一个新职位啊 中央委员 他可以管八席的那个部分区立委啊 怎么可能啊 国民党的立委谁会理中央委员 你说民众党 不可能 国民党也一样 民进党也一样 民进党中常委连立委都不甩 中央委员也屁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